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三角形ABC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角形是直角 CD跟AB互相垂直 ABC是3,VBC是4 那麼他現在問AD是多少 這怎麼做 這是3,這是4 所以AB是等於5 這個是等於5 這等於5以後 我用那個攝影定理 這個AC平衡 AC平衡就是3的平衡 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AD乘以AB AD乘以AB AB是5 所以 所以AD就等於多少 等於5分之9 再來我們看三角形ABC的面積 ABC的面積就是底乘高除以2 這三角形 這ABC的面積 是等於底是3 乘以高4除以2 所以等到 這等於2、3、6 這個面積 沒有 他不是問這個 他是問兩個的比 問這個三角形ABC 比上三角形CVD 這個比是多少 他不是問面積 問面積的比 三角形這個是CVD 等於多少 那我這樣算也沒錯 這是6 這個面積是6 那 或者是我剛才直接把 三角形CVD 把它算出來 三角形CVD 等於多少 這我們剛剛算出來的 就是5分之9 那就是說 這個是 5-5分之9 是等於5分之3 25-9 就等於16 這是5分之16 那這樣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這個的話是多少呢 那 這個 這個CVD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這個 5分之9 乘以5分之16 那所以 這個CVD 等於多少 CVD 是等於那個 開根號 25開根號是5 3開 9開根號是3 乘以4 就5分之12 那所以三角形 VCD 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高是5分之12 那 乘以多少 高乘以底 5分之16 那除以6 乘以2分之1 所以這2 816 所以這是525 25 這是96 96 那所以這個就是等於 6 乘以5分之6 比1 25分之96 那 所以這個比值 就是6 乘以96分之25 那這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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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所以它的比是25 比上16 所以面積的比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25比上16 事實上不用這麼麻煩 如果他只問你面積的比的話 是等於他對應邊的平衡比 對應邊的話 這一個的斜面是這個 這個是5 這個三角形的斜面是4 所以這個三角形 ABC的面積 比上三角形 這個VCD的面積 這個等於他的 那個對應邊的平衡比 就5的平衡比上4的平衡 那這樣就算出來了 25比上4是16 就不用這麼麻煩 這個的話是直接把他的面積找出來 那比也能夠比出來 不用這麼麻煩 用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AD這個是5分之9 5分之9